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猪蹄要怎样做好吃,还不腥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黄豆烧猪脚的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猪蹄色泽红亮,软烂Q弹入味 绝对没有一点腥味 接下来就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第一步,我们来准备一小碗黄豆 用适量的温水给它泡发 想要猪脚没有腥味,这一步很关键 一定要将上面的毛给它烧掉 这样可以很好的去掉它的毛腥味 将猪蹄给它全部烧到位 烧好以后,给它刮洗干净 然后剁成自己喜欢的大小的块 给它浸泡个十分钟 然后用温水给它刮洗干净 一只猪脚我怕吃不够 所以我们做半只 再将猪脚剁成嘴巴大小的块 剁好以后 给它泡在温水里面 加入一些白醋 然后用手给它搓洗一下 这样可以减少里面的油脂 而且洗出来更加的干净 把里面的血水给它清洗出来 洗干净以后 捞出来再用清水 反复的多冲洗两遍 我们来看一下 用白醋来清洗 可以更快的释放出 猪脚里面的血水和杂质 洗干净之后 直接给它放入锅内 加入冷水 焯水的话 加点料酒给它去腥 然后开大火 将猪脚给它煮出血沫 煮出以后 将上面的浮沫给它撇掉 因为这也是猪脚腥味的来源 撇干净以后 再给它煮三到五分钟 然后直接给它捞出来 控干水分 再用温水 给它清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 给它捞出来控水 接下来将锅烧热 下入一小碗冰糖 然后往里面 加入小半碗清水 这样可以使冰糖快速的融化 我们先来炒一个糖色 开大火 开大火 将冰糖熬至融化 像这样熬化以后 我们往里面加点食用油 然后继续给它搅动 随着温度的升高 锅中的水已经蒸发掉了 这是熬了大概三到四分钟左右的样子 这个时候的糖液 已经变成了杏黄色 然后把火转成小火 继续用勺子 不停的搅动 一直熬到锅中开始冒烟 冰糖起小泡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集中注意力 随时观察糖液的变化 一直熬到糖液变成枣红色 千万不要炒过了 像视频中这样就好了 接着我们把猪脚给倒进来 然后快速的给它翻炒均匀 使猪脚充分的上色 这样烧出来的猪脚 颜色才会非常的漂亮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这道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记得给阿建 点个赞或者评论转发一下 非常感谢 炒至上色后 往里面加入八角桂皮香叶 干海椒 切好的姜汁 然后继续给它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再来点尿酒给它炒均匀 再来点尿酒给它炒均匀 大概给它翻炒个一分钟左右 炒熬以后 往里面加入一碗清水 给它没过猪脚 因为炖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们水一定要一次性给它加足 中途加的话 做过一碗清水 做出来口感不好 再下入铲子 给它铲动铲动 让猪脚给它泡在汤汁里面 煮开以后 将上面的浮沫 给它撇干净 因为这是猪蹄腥味的来源 接着再抠上盖子 给它开小火炖一小时 时间到我们打开盖子 哇,真的是太香了 经过一小时的炖煮 这个猪蹄已经变得抠均匀 劲道 我们再把里面的大料给它挑出来 喵 挑干净以后 再把泡好的黄豆 给它下入锅中 接着我们的调味 下入少许的食盐 一小勺生抽 来点胡椒粉 再给它搅动搅动 然后扣上盖子 给它转小火炖15分钟 时间到 我们打开盖子 哇,真的是太香了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猪蹄和黄豆 猪蹄颜色红润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黄豆也已经上色入味了 接着我们再开大火 给它收下汤汁 使其更加的入味 哇,现在真的是满屋飘香 把汤汁收拾像视频中这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一道非常美味的黄豆烧猪蹄 就制作完成了 色香味俱全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家里来客 你要向我做上这一道菜 保证全家都夸你是大厨 最后这点汤汁也不要浪费了 全部给它装入盘中 用到像米饭 真的是绝绝子 再撒上迷人的葱花 给它点缀一下 真的比饭店做出来的还要好吃 这样做的黄豆烧猪脚 颜色红润 暖烂入味 黄豆也吸足的汤汁 真的是营养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试一下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8颗牙齿晒太亮